字幕作词 李宗盛 阿祥博士 很多朋友都超过我的 尤其有些波友不热身不拉筋 我说之前都要拉筋 我说是否做运动就不用做 拉筋也不用 我不用踢球 拉筋 他们没有耐性 就挑战了 其实要健康 有些人想法 那不需要运动 我拉筋就可以 无论怎样看也好 我们只是做拉筋也不够 因为真正正确的运动 可以分成三大类 例如拉筋占了其中一部分 其余的两类 包括大量的运动 例如跑步、游泳、擦单车 令到心肺功能可以提升 以及有消脂的作用 第二种运动 我们叫做重量训练 或者阻力训练 这些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身体 製造多些肌肉 肌肉有什么用 主要就是帮助我们提高 我们的新层代謝 即基础代謝率 令到我们不动的时候 都可以达到一个消耗卡路里的作用 帮助你维持不太胖 因为减肥肥 很多时候会复患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提高 他们的新层代謝 没有做一些way training 令到肌肉增加 所以很容易吃一些正常东西 或者一松散之后 就会容易复患 还有做阻力训练 对于长者有个好处 就是帮助他们 维持一定的骨质密度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尤其是女士去到更年期 因为痴激素的减少 会令到骨质容易流失 形成骨质疏鬆症 比较不太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运动 做一些阻力训练 令到骨质密度提高 至于第三点 刚才提到就是伸展运动 主要的作用 就是帮助我们 令到柔軟度提高 改善一些人体的姿势等等 但是你做运动 在不同年纪 你现在是老人家 你叫他做阻力运动 他都没有力 他为什么要力 他可以如何去做 有重量阻力运动 又不会伤到他 首先要有专业的教练去教他 或者有正确的方法 另一方面 做健身 就是做运动 并不是大家看到电视的大脚佬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看到电视大脚佬 我看到这个大脚佬 或者大家心目中 不是要玩得很重 其实我们做健身的目的 主要是刺激我们target的肌群 令到身体的肌肉去生长 我们也不需要用到很重 或者做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做个推的动作 已经可以用到一些三头肌 控肌 做拉的动作 可以用到背肌等等 如果我们可以训练一些驱贯上的肌群 对于一个人的脊柱的保持直立 或者对于长者来说 其实锻炼下半身的肌肉 比如说团带肌 股四头肌 或者小腿肌肉 可以预防跌倒 因为长者是最怕跌倒 如果跌倒就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对于一些中老年人士来说 我们跟他们训练下半身为主 以脚部的问题 令到他们站得稳一点 不会那么容易跌倒 但是当然这些你说的 都需要真的有个人专人在隔离 不要自己自己乱做 因为我很多时候 真的有些长者自己乱做一些 会伤到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 当然如果你的方法不正确 其实也会有机会发生危险 另一方面 如果对于中老年人士 其实我们都可以尝试去做八段感 去耍太极等等 这些比较温和的运动 其实对于他们在养生上 或者训练他们的平衡力 都会很有帮助 我在这里讲一个秘密 给大家知道 就是这个健康蛋 其实我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但是谁都不要说 先帮到我自己 因为为什么 就是上次我学八段感 我是自从我在学了之后 日日做 我觉得很有用 很有用 很有用 原来其实是一个东方式的拉筋 所有的又不难做 姿势又优美 所以老实说 我真的希望帮到大家 但是先不知道帮不帮到大家之余 我帮到自己 我睡觉了 或者有些不喜欢做运动 那些不习惯做运动 但是我都想他们拉筋 我也想他们拉一下简简单单的一两个位 因为我不是做运动 我不是你们 虽然我也不是很聪明 但是有些不做运动 有些什么方便 这个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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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 有 你说有些很懒 也不是懒 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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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说在床上 在床上如何拉筋 好 简单些 又不用下床 起床便拉到 当这张床便是床 平方 你可以坐直的人 其实已经拉你的床背 和后腿 增加程度很简单 我们逐个拉 现在就是拉我们的 脚的 后腹的根 一只拿起 踩着床 另一只 伸直的 很简单 把这只手 我们摆着大腿 越摆越近 越摆越近 摆到不能摆位置 就挺直的背部 已经拉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把脚放在同一个位置 一只手 按住床的后面 将另一只手 我们少少转身 接着呢 将手掌 顶住大腿 对 然后挺直的背部 就已经拉到 可以转多一点 如果想增加程度 很简单 再退后一点 再蹬直的人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第二个 将你的大腿 盘坐 大腿对大腿 放松 就这样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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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拍的那样 这样移动 那越拍得低呢 你可以将大腿内側 活动 再加上一个动态的拉筋 我们可以 很简单 这个 那接着呢 我们伸直 两只脚 你慢慢放 慢慢放 慢慢放阔 有那么阔 放那么阔 对了 已经有了 对了 向前伸 我们将它捕低 就可以了 本身 这个动作 我们只要这样 已经有拉斜 上身 我们是增加程度 如果可以 就捕低 都可以的 是 这个是睡觉前 睡觉后 两样都可以 拉完 好睡点 醒了 因为肌肉 绷紧 又可以拉松 对了 现在还在床上 拉上身 把手扣住 盘坐也行 自然也行 无所谓 我们将手扣 向前伸 寒背的 有那么多 身那么多 接着 把两个肩膀夹住 面 再向前伸 保住 10秒 这样就可以了 我常常被我 Garry罵 就是为什么呢 你认识多少 都没用 原来我睡觉前 我一定是上床 我都看一阵新闻 然后看几页书 我便躲在那里 我直接这样 我现在躲在那里 我躲在那里 后面有iPad 会伤什么呢 我现在后面有枕头 有床 你以为躲到 会躲在那里 其实这个动作 各位 你们睡觉前 你们在床上 我女儿也是 我骂她 但我自己都要骂自己 又是这样 把电脑 在那里 看工作 她要做工 她要做工 我做事嘛 老爸 我要交 经常都是这样 我们这些老人 坐在那里 看新闻 看书 我以为是很简单 但原来是错的 坐在那里 你指证我们 这个动作 长期压住 身体有重量 是 你的腰椎 尤其是最底的五折 十二折 这些位置 里面有神经线 是 长期压住 会令脊骨 是 受压 受压 它就会压住神经线 可能会对腰背 或者痛症 就会增加风险 是 如果一路有痛症 那些就更加要避免 但是有时候很难 看下看 我们要舒缓 是的 所以现在就是 知道你改不了 各位 我知道 我也改不了 那怎么舒缓呢 蛋哥 你把整个脚 我们先坐下 自然可以了 你把背部坐直 双手 很简单 就这样向上伸 已经有了 如果你伸得到的话 你再把胸口抬起 对了 我高头一点 手指打开 对了 没错了 OK 放松 伸展一下 这个动作 可不可以在你 例如你看电视 commercial based的时候 你就做一下 三分钟刚刚好 做一下它 没错了 这几个 就真的 for一些 其实不是好做运动 但是我觉得 你们都需要留意的 是对大家有益的 是 蛋哥 绝对是 谢谢 别客气 如果你觉得健康蛋 我的视频 是适合你 看的话 记得 subscribe 就是订阅 share 给你的朋友看 让多些人可以得到 我的资料 觉得挺有趣 是不是 还有记得按钟仔 你 那些人可以得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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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